做結紮其實不可怕 可怕的是想像要把針打進去的時候 歡迎收看今天的 AE衣服樂舞 耶 今天來到現場是 金蟲魚他們的產地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今天邀請到兩位抓蟲蟲大師 先來歡迎他們出場 嗨 大家好 還好 我是 迷迷 歡迎客師 我是稱為給醫師 我是盧師兄醫師 今天為什麼會邀請到 兩位秘密會客室的醫師來呢 今天是要看到主題 我們今天要來講男性結紮 男性結紮其實在這幾年 是非常流行的議題 其實很多男藝人都會自己講說 我有去做結紮 就是營造出一個愛家的 心好男人的形象 那到底為什麼大家會提倡 要男性結紮呢 這個部分可能要先提 醫師幫我們說明一下 到底男性結紮 跟女性結紮有什麼不一樣呢 其實這板子上面有看到 男生跟女生結紮的不一樣 對男生來講 結紮的風險 他是屬於舉部麻醉 不需要到全身麻醉的 那所以相對來講 比較簡單 那也不需要禁止 傷口也比較小 恢復的速度也比較快 所以現在還是會比較提倡男性結紮 就是因為 簡單快速 那就可以避免 有人在跟妳增加產 對 其實這點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 他們不是自願來結紮 都是被女生押來結紮 對 他們不是為了要守 真的怕 擔心有 我們已經沒有人過出來 對 所以通常這個會發生在 有錢人家裡是不是 對啊 一定是有錢人的家裡 然後就是 欸 我蠻窮的 所以這個還是 大部分是安全性跟簡單 所以我會提上男生結紮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如果男生只要踏到診間 然後跟妳說 我要結紮 他就可以結紮嗎 還是其實你們會做一些很詳盡的評估 他到底能不能在現階段 做結紮這件事情 其實結紮前 都是要做一些評估 不是說你進來 我就會幫你結紮 沒那麼爽 因為我們要先評一個叫做 無套中出可望程度評值分表 沒有啦 沒有這個東西啦 但就是 你要結紮的話 你這樣台灣法令規定是 你要已婚 你要有配偶 因為 紅衣書上面要有配偶簽名 所以不是說 像他 雖然很多個女朋友 但他也不能來結紮 因為他們要有一個正式的配偶 不是女朋友很多就可以結紮 要配偶 要配偶 你要選一個 要選一個 確定一個幫你簽名 選一個他幫你結紮 但其他可能會幫你給你割 所以你們需要看身分之後面對 對 那個要先確認 那再來就是 莫他的下面 到底長什麼樣 生過幾個小孩 因為其實結紮了之後 那他就不能生 那如果他只生一個小孩 搞不好過了三年五年 想要再生第二個來玩 累了 所以要先問一下這些東西 那其他部分 大概就是這個 蘇精管好不好找 好不好做 大概就是這方面的評估 剛剛有提到就是手術之前的評估 那男性結紮手術他到底是怎麼執行的呢 他的原理是什麼 就是有個叫做看囊群 看囊群 我們先看這是正常的 還沒結紮之前的圖 那可以看到說 這是右邊的膽膽 這是左邊的膽膽 這是伊朗 那其實很多人說 一個謬失就是說 結紮到底會不會影響男性的性功能 這個是動脈跟靜脈 那供應淡淡的養分 那藍色的這條 淺藍色這條就是我們的蘇精管 那如果我們是結紮的時候 我們就會打一個洞 稍微撐開一個洞 把蘇精管拉出來 然後去做一個結紮的動作 因為我們結紮的目的 只是要讓這個精子出不去而已 所以搞完製造精子 會經過這個蘇精管 所以只要把這條路 把它弄斷就好 所以他是把它剪斷 還是把它綁起來 剪斷又綁起來 剪斷又綁起來 我們有三重的保護 可以看到說這邊 我們把它剪斷了 然後再加反折 然後再加封口 所以我們有三層保護 剪斷先讓它遠離 封口讓它口是被 而且我們是反折的 就是不會讓它往那個地方 不小心滴盪 然後又從這邊 就被人接頭 它又黏起來 因為其實 其實如果以前 有些研究是發現說 如果我只是把它剪斷 人是很厲害的 人體是很厲害 它會自己再結起來 慢慢的結起來 接起來的人機率還蠻高 就是你把它剪斷的話 所以剪斷不夠 剪斷還要再綁起來 那最好還要再加上封口 那只是說我們再加上一層保護 讓這兩個口盡量遠一點 對 比較不會接 讓它不要再接起來 對 但不同醫生的派 做法也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我們這邊的做法是 我跟陳醫師的做法 就是這樣子 就是三層保護 避免之後的遺產糾紛 我們接下來想問一下醫師 就是關於結紮手術 他的術後恢復 就是他大概要恢復幾天 然後要怎麼去照顧他呢 其實結紮手術很簡單 就是在音囊裡面打個小洞而已 所以 看回覆到虎虎什麼啦 因為正常的走路 就是手術完就會正常的走路 所以他直接打到音囊喔 還好 他打在音囊跟金索裡面 但是就是一點點怪怪的而已 打完就是 走路的時候會覺得 怪怪的 就這樣而已 不會不會 那是The Bobby 做結紮其實不可怕 可怕的是 想像要把針打進去的時候很可怕 所以打針是直接打音囊是嗎 等音囊上 所以其實打麻就是那時候最痛 其實也不會痛 不會痛喔 對不會痛 這樣這樣才不舒服 對結紮是很簡單的 所以也不用什麼休息 性行為是馬上可以 性行為就是你不要讓傷口感染 那一般建議還是等傷口密合 在做情況 因為他是打在蛋 傷口是在蛋蛋上 可是你在性行為的時候 你也不需要用蛋蛋進去 沒有可是音囊會撞到 音囊會撞到 所以有一些分泌物 感覺有點麻煩 感覺有點麻煩 音囊撞到是怎樣 會撞到 中擺不會撞嗎 音囊會感染 所以見諒不要 會接觸到 會接觸到 對 所以就是等傷口復原之後 大概其實一個禮拜的時間 差不多一個禮拜 大概都復原了 螢幕前面觀眾聽好 就是如果你的另外一班結帳 一個禮拜之後 你就可以壓著他在手上 他已經可以了 其實這個是這個問題的重點 對 因為這是佩儒想要知道 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重新開機 對開機 那術後不能提中 這個是正確的嗎 可以提啊 除非你用下面提 帝王成功之類的 對 帝王成功那種就不行了 有因為我們很難 我認識人當力 他說他不行 對 他說他不會報告 就是那時候醫生是說 不行體重度 可是這是十幾年前的事 有可能是那時候技術 他算是開肚子嗎 還是怎樣我也不知道 以前的技術可能真的 比較沒有那麼好的話 也許他們陰囊傷口開比較大 像現在有些醫院 陰囊傷口也比較大 那我們開始開很小 大概0.5公分 對啊 那有些是開可能2-3公分 對 那當然也有可能一種狀況 就是他的陰囊 就不是比較垂的 他本來是比較貼身體的 體重也稍微胖了一點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其實做結紮是不是不好做 那真的有些真的 局部麻醉做不下來的話 我們會 就是所以我們剛才陳醫師在說 在門診評估很重要 確定要淡淡吹不吹 那個好不好抓 那如果不好抓 其實還是會建議全身麻醉 傷口稍微畫大一點下去找 好 好 那接下來就是想要問到 就是結紮之後 到底能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 到底裡面還會不會有精子呢 這個是會怎麼樣去檢驗 我們有比較科學的方法 對 把它拿出來之後 去顯微鏡下面 看來看 到底有沒有在有 所以真的都會回診確認 沒有結紮嗎 會 一般都會建議他們回診 那工廠要多久之後回診 就是兩個月左右 兩個月就再回去找你們 對 然後做檢驗 那我們就是有看到人家說 可能要打手槍15次 就是結紮之後 要自己把它打掉 這樣子才會完全沒領取 像我們的醫院的話 一般是建議 就是15發 或者是兩個月 看哪個先打到 對 兩個月什麼意思 對 等兩個月 因為那些精蟲 它有些庫存 庫存要先被清掉 對 清掉還不是讓它出來 就是讓它自己被吸收 所以兩個月吸收 金子也會回收 金子沒有用 它就是會被自己 直接合上 他們一直在在造金子 的確很滿的話 其實 蠻容易夢移的 尤其就搭上做春夢的話 但如果沒有 那幾天特別累 沒有做夢的話 可能就會 慢慢身體就會把它 分解吸收掉 自然過程 對 所以如果你是六根親近的人 因為你也不會做春夢 所以有可能就自己回收 對 就像 好環保喔 好 那如果 結完渣以後 發現 就是裡面還有精神怎麼辦 高級老爺 為什麼 就再渣 好啦 先拿就做一次 對啊 因為 結渣 雖然我們做了三種保護 其實就我現上來看 還是有千分之幾的機率 會在自己結它 對 有過人之處 對 對 像我們連床上也看過 就是 可能十幾年前做的結紮 一開始做驗 都沒事 對 後來 過五年十年 不然我小孩怎麼又遠 一驗 真的又遠 這邊的 蟲蟲大軍要出來 這樣怎麼出過來 就會直接衝破吧 就連在一起 對 所以是它進蟲太 活動力太強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做 很多蟲保護 不要讓它遠一點 然後斷掉 就是因為這樣子 對 好 那究竟還有什麼 跟結紮相關的迷思呢 就是這一集的時間呢 實在是沒有辦法 為大家全部講完 所以我們就是 下一集要為大家 再來仔細的講講看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拜拜 拜拜 那收不出來比較好 還是 還是找謝比較好 你們覺得呢 你們覺得 如果你的 你的另一半是很快 或者是你一半怎麼搞都搞不出來 你覺得耐久比較好 這個就像 小鳥的長度也是一樣 越胖的話它越短 越短 就把它蓋住 我被你瘦啊 你瘦 你瘦